死过一次的铁只们都知道 在死亡的瞬间 意识和记忆都会化为虚无 经历过轮回的宝子们也清楚 转世投胎会让你忘却所有的过往云烟 但世界上还有那么一类特殊的人 他们拥有无限转生的能力 并且投胎时也从不喝梦婆汤 每一世的记忆和能力都能完整保留 他们被称为无限者 而强哥正是其中之一 但特殊的是人到中年的他依旧不知道自己的身份 可现在他必须得找回前世的记忆了 因为前世的他偷偷藏起来了一颗蛋 必须能够灭绝全世界所有生物的蛋 故事还要从这场诡异的审讯说起 胡子哥从小皮箱内掏出五件证物 并在每件证物前放上一颗子弹 接着又将最后一颗子弹塞进了枪里 在他转动弹夹后 他让强哥拿起了其中一件物品 只要强哥回答不是或者不知道 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扣下扳机 强哥吓懵了 于是当下一个证物被拿到眼前时 他立马回答是 到了最后一件证物也是最后一枪时 在死亡的恐惧下 强哥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了一段记忆碎片 他这才意识到 这件东西确实是他的 只不过不知道是哪一事的他 而见到强哥的反应 胡子哥也笑了 他终于能够确定强哥的身份了 可就在这时 一辆防弹把阿斯顿马兵静直地撞进了审讯室 驾驶室的金发妹二话没说 直接将胡子哥逼退 接着又一枪打开了强哥的手铐 并让他赶紧上车 等到胡子哥也坐上了他的大皮卡追上来时 不走寻常路的金发妹又直接忙进了警局 在将办公室和牢房全部霍霍一遍后 他才意犹未尽地从窗户口离开 而看着胡子哥的皮卡再度拦住了去路 金发妹当机立断就将方向盘换到了强哥身前 来不及多想的强哥立马倒车 这时 他们身后又出现了一群全副武装的士兵 金发妹算准时机 将一枚定时炸弹精准地射入了人群中央 剧烈的爆炸清空了整个街道 胡子哥驾驶的皮卡也被掀翻在地 他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两人潇洒离去 事后 金发妹告知了强哥他无限者的身份 并跟他解释了来龙去脉 原来无限者的内部也分为两个派系 分别是以维护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信仰派 以及厌倦了永无止境的轮回 试图终结这个世界的虚无派 而胡子哥正是虚无派的首领 他和强哥在几百年前原本是朋友 可一次次的轮回转世让胡子哥濒临崩溃 为了打破这个魔众 他经过几个世纪研发出了一种终极武器 必可能够直接攻击生命体本源的银弹 一旦激活 他能瞬间让全世界所有的动植物和人类彻底消失 因为没有了生物载体 他就再也不用经历轮回了 但在上一世 强哥将银弹从胡子哥的基地内偷了出来 尽管在后续的逃亡中他还是被胡子哥所杀 但他却提前将银弹藏了起来 所以到了这一世 强哥就成了银弹下落的唯一知情人 可悲催的是他对于前世没有任何印象 于是金发妹将强哥带回了基地 技术主管想尽各种办法试图唤醒他的记忆 可经过了高科技的针灸电疗 以及九死一生的生死对抗 他回想起了其余所有的战斗片段 但唯独丢失了关于银弹的部分 事情陷入了僵局 技术主管这时也告诉众人 由于这一世的强哥出过车祸 大脑内植入的钢板阻碍了记忆的流动 所以此时的他也束手无策了 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找到工匠 听到这里 众人没有犹豫 立马就准备动身 而另一边 胡子哥的追杀还在继续 他找到隐藏在城市内信仰派联络人的据点 在成功获取到基地位置后 他又用一种名叫废处者的特殊子弹 将联络人 这种子弹能将无限者的记忆封锁至芯片内 导致他们再也无法转生 金发妹的男友正是在上一世被这种子弹所击杀 而对这一切还毫无所知的 强哥一行人马不停蹄地回到了城市 并在一间赌场的暗门内 找到了正在研究大脑的工匠 在了解到前因后果后 工匠搬出了一台他最新研发的机器 并告诉众人人只有在冰死的情况下 才能走马观花地回顾整个人生 而这台机器的作用是能够最大程度地增强这个效果 无可奈何 强哥只能硬着头皮躺了进去 当舱内被灌满水后 本能的求生反应让他开始剧烈挣扎 只是很快 强烈的窒息感让他失去了意识 无数个前世的记忆在他脑海里飞速流转 但此时他的心跳已然停止 不愿意接受这一切的金发妹 开始拼命地给他进行心脏复苏 也就在此时 他终于回忆起了一切 原来上一世的他在逃亡时 就已经提前将银弹塞进了体内 当这些记忆片段彻底地回归后 强哥也醒了过来 他第一时间就将真相告知了众人 而刚好上一世的他遗体就放置在了基地 兴奋的众人刚准备动身 却不曾想暗门内发生的一切都被胡子哥时时监控的 他抢先一步联系手下入侵基地 并立马就朝着他们发起了袭击 强哥不慎中枪的同时 另一名同伴也被一枪毙命 眼看敌人即将包围这里 大胡子让众人立马离开 由他独自一人留下来断后 所以就当一群全副武装的士兵突破大门闯进来时 房间内的防御系统也在同一时间启动了 在解决完这些小卡拉米后 大胡子拿上斧头就朝着胡子哥冲去 但面对着有着战斗大师称号的胡子哥 大胡子很快就被按在地上摩擦 最后更是被一枪解决 事后 失血过多的强哥被工匠带到了他的地下车库治疗 而胡子哥这边也成功夺走了强哥上一世的遗体 在他将银弹带回基地时 收到消息的金发妹也紧随其后 8000米开外的他试图直接将胡子哥拘杀 但可惜的是在子弹射过来的那一刻 还是被敏锐的胡子哥察觉 在意识到有人入侵后 胡子哥立马就启动了基地的防御系统 只见戴上远程操控手套的他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接着在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 三架无人机在他的操控下很快就锁定了金发妹的位置 而眼看无人机来到了头顶 金发妹迅速就将绳索套在身上 接着将另一头射向了无人机 他顶着枪林弹雨从悬崖一跃而下 成功利用惯性逃进了森林 但胡子哥的攻势远不止于此 他继续操动着无人机朝着森林发起了无差别的膨胀 同时也拍前手下对他进行围剿 无处可逃的金发妹被堵在了树后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在狙击手扣下扳机的前一刻成功救下了金发妹 武装直升机上的工匠也在同一时间解决掉了士兵 与此同时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胡子哥已经带着银弹登上了飞机 所以就当强哥两人赶到基地门口时 等待他们的只有一发入门的排击后 靠着无敌的主角光环 毫发无伤的强哥从报废的越野车内爬了出来 但金发妹却不慎重伤 然而没给他们休整的时间 敌人再次围了上来 两人只能继续拼杀 在利用守卫解决掉剩下的士兵后 两人决定分头行动 金发妹留在基地解决那些被芯片困住的同伴 强哥则朝着胡子哥追取 可金发妹刚来到基地门口 胡子哥的专属小秘就拦住了他的去路 二话没说 两人直接扭打在了一起 尽管金发妹的身手占据优势 但由于身负重伤 他还是逐渐落入了下风 眼看即将被制服 他只能忍着疼痛拔出了伤口上的匕首 这才成功将小秘反杀 另一边 胡子哥乘坐的飞机已然起飞 就当他以为一切已成定局时 却没曾想继续开挂的强哥 骑着小摩托从悬崖一跃而下 并精准地落在了机翼上 掉落的摩托也刚好被卷进了发动机 眼看引擎被破坏 飞行员刚想降落 谁料胡子哥直接转动操纵杆将机身倾斜 强哥差一点就被甩了出去 万幸的是他的大宝剑十分坚挺 牢牢地卡在了飞机上 强哥也抓住时机一把撬开舱口钻了进去 他找到放置银弹的装置 刚想一刀破坏 身后赶来的胡子哥一枪入魂 直接命中了强哥的后脑勺 但下一秒 强哥又毫发无伤地站了起来 原来是他脑袋内的钢板救了他一命 没有继续废话 强哥主动发起了攻击 一番近身搏斗后 果断拉开距离的胡子哥对着强哥就是一通死者 强哥也不甘示弱 直接上演了一出刀劈子弹的绝活 又经过一段时间的熬战后 强哥意识到短时间内无法解决战斗 于是他立马改变策略 带着装置直接跳下了飞机 可他手中的刀刚插进装置 阴魂不散的胡子哥再度扑了上来 强哥一脚将他踹飞的同时利用惯性抓住了装置 这才成功将银弹取出 接着他又一把夺过胡子哥手中的枪 射出一颗废处者将他彻底的封印 而强哥也随即落入了深海之中当场毕命 但对于无限者来说 死亡并不是他的终点 另一边的金发妹和工匠也在胡子哥的基地内 找到了被他封印的铜板 工匠在墙上布满了炸弹 等他离开后 金发妹带着对男友的思念 毅然决然地按下了眼镑器 或许在多年以后 金发妹和男友会再次重逢 强哥也会再度开启一段崭新的人生 但不管如何循环往复 唯一不变的只有他们守护地球的决心